欢迎收看上午九点钟的真点新闻 我是彭慧云 马上带您连接最新的消息 台中火力发电厂深煤放置场 目前突然发生了大火 浓烟窜烧 还出动了三个消防队灌救 连线给记者徐悠祥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台中火力发电厂是发生了严重的火警 浓浓的黑烟不断往天上窜 而且这个火势可以说是相当的猛烈 那最夸张的是还有这个铁皮搭进的外观 像天桥的烧到都断裂了 那据了解里面就是这个深煤的输送带 那最一开始也是这个深煤输送带 冒出火焰来传出火警 那其实拍摄影片的民众都吓了一大跳 在这个10号的早上7点3分传出火警 那就台电的电厂是在马上报警之后 那六分钟后 这个有消防队前来到现场来灌救 那初步的了解的是目前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而台电进一步说明 说这个运转塔主要就是要负责将这个 泄煤码头的燃煤输送到这个厂内的煤厂来存放 那目前这个电厂的煤厂的燃煤的库存量 还是算是充足的 也就是说就算是发生这个严重的火警 各机组还是正常的运转 他们强调说这个供电的状况不受影响 因为台中其实最被人讨论的 就无外乎就是说这个供电 以及说这个空屋的状况 那其实呢 初步了解这个火场呢 就位在台中龙井区龙昌路这边 那现场其实令人比较担心的呢 是还有这个石化工业设备的设施 但是现在这个称美的输送带酿起这个严重的火警 其实附近的员工或是民众也担心说会不会延烧或是波及 那据了解呢 除了六个消防分队 还加上这个台中港务的消防队也都前来支援了 那派遣呢 可以说是超过十一台车跟二三十位的打火弟兄 要赶到现场来灌旧 那其实募集民众看到现场不断窜出的这个阵阵浓烟 这个火势呢 到底有多严重是远在数公里外呢 都能够的清楚来看到 所以台中市警销货报是马上的赶到现场 那必须要再说就是说 台电说明说这个台中电厂的这个输煤运转塔呢 它的编号是在这个TR62 那也就是说这附近相连接的这个煤炭输送带冒出火烟 那其实整条像空桥搭建起来的这个呢 是烧到都断裂 都已经到地面来这边来了 那消防队强调说 因为火势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 并不是说一时半刻就能够扑灭的 那最快要到今天的下午 这个火势才能够控制 那目前好消息是说 还没有传出任何人员的伤亡 那这个火警呢 也还在努力的扑灭当中 那以上呢 是我们在掌握的最新情形 时间召唤捧妹 好 谢谢又小王带来的最新讯息 另外看到在台北市 有一间电视台的棚内摄影 日前是猝死在洗手间内 事后才发现他确诊了新冠肺炎 公司也紧急替员工进行快筛 9号的下午第一梯 166人检测 当中有11个人是呈现阳性反应的 PCR结果在昨天晚间陆续出炉 主播 记者 行政 还有书画人员等等 通通都是阴性 台北市内湖一间电视台门口 架起临时筛检站 上百名员工依序排队 举起双手 全身上下仔细消毒 7号早上7点多 一名48岁棚内工程摄影 被发现反锁在洗手间猝死 死后PCR阳性确诊新冠肺炎 就帮他接触了对象 连带受到影响 9号下午公司安排166人快筛 检测出阳性反应的 就得搭防疫专车前往隔离 而快筛结果出炉 11人阳性 包括两名主播 两名记者 就有主播在脸书发文 崩溃的一晚 煎熬的一天 和确诊同事共事一个小时以上 亲切的摄影大哥 转眼间人就走了 原来和确诊者接触 最担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最爱的家人 没多久他收到PCR结果 心情像是洗三温暖 他再次发文说 自己PCR阴性 根据PCR最新统计 这11个人全部都是阴性 包括主播记者柜台小姐 动画师行政人员 导播还有书画人员 通通没有确诊 但副市长黄珊珊表示 对面大楼恐怕还是要扩大裁减 请他们先把红区的先造车出来 所以他们的同仁不止100多位 所以我们先把红区先算出来 如果今天不会只有一天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两天三天我们都还是会再来 面对疫情 媒体工作者经常进出疫区 提供民众最新资讯 在防疫战场站在第一线 如今陆续传出确诊 病毒潜伏期接触了谁 又去了哪里 这些足迹恐怕得要尽快厘清 台南昨天新增了一粒确诊 是住在台南的阿嬷 她担心住在新北市 八个月大的孙女 可能会被她的外婆传染 因此就亲自开车 北上来接孙女回家 结果三人先后确诊 而高雄小港家族五个人染疫 源头现在找到了 就是阿嬷的闺蜜 她从新北市三重南下高雄 留宿一晚 结果是一个人传给五个人 白色汽车消毒再消毒 清洁队员在民宅前全面清销 就是因为台北的孙子送到南部照顾 还是阿嬷亲自开车把她接回台南 因为这个案7610确诊 所以我们的案11940 都就到新北去把孙女案11886接回来 原来是住在新北土城的亲家母案7610 五月中身体不舒服 住在台南大内的阿公阿嬷 一听到消息 当天开车北上 把八个月大的孙女接回台南 5月29号亲家母先确诊 6月6号孙女和阿嬷开始咳嗽 到医院才见 直到6月8号 孙女和阿嬷两个人双双确诊 我们还是希望说 尽量减少北孙南宋 以及北孙南返的这个状况 幸好台南这名阿嬷 从台北返家后都待在家 没有到处爬爬灶 疫情随着确诊民众 跟着南漂还不止一桩 有北部民众跑到南部夺疫情 就是案10472的小梗家族 有五人染疫 最小确诊者是八个月大的女婴 卫生局疫调后发现 60多岁的阿嬷 在5月19号 有一位新北三重的闺蜜 南下到高雄 还留宿一晚 6月8号裁检后确诊 也确定了是染疫源头 就怕确诊者难漂 非常时期 最好还是宅在家 别让短午探亲成为破口 TBBS新闻 故组 苏家军 SNG小组 台南高雄报道 疫情之下又有国军证实确诊了 空军9号证实 最新有6名的官兵身体不适 进行了PCR检测后 确诊新冠肺炎 由于作战指挥部 是分4组来轮班的 现在1组隔离 1组休假 只剩下2组人来轮替日夜班 人力相当吃紧 国内疫情延烧 现在在空军这边也传出 从6月1号到6月8号之间 有4名空军确诊 根据内部知情人士爆料 在台北市作战指挥部 一内至少有4个人确诊 其中两名同寝室 案9899在1号反映后出现发烧症状 2号确诊 另一名室友则是在1号开车 回高雄家隔离 5号确诊 造成5人的家庭群聚的案 11255 另外还有2名官兵染疫 目前只能得知 这4人当中有3人 是同单位 1人不同单位 对此空军司令部低调证实 我们北部的营区 确实是有同仁确诊 而且人数目前看起来 似乎有增加的一个趋势 疫情的状况造成各线的一个关心 我想我们可以感到非常的抱歉 就是像白天还有上晚上 就变成两组在顶当 其他两组的当务都下来 任务量吧 难道账备需求真的有比人命重要吗 据了解目前分4组人力轮单 扣除掉被匡列的组别和休假组别 只剩下两组轮替 也有其他的阿兵哥在脸书抱怨 说染疫组别的人 陆陆续续出现症状 质疑太晚才撤到防疫旅馆 因为单位不能暂停运作 环境清销的时候 大家还正常上班 他也透露听到身边的同仁 接连出现状况 上级竟然叫他们 不要向医院提及肌肉酸痛的症状 先去防疫以及空防战备 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要求之下 我们空军已经做好相关环 暂散的一个规划 空军司令部强调得知 第一位的同仁确诊 当下就已经马步停蹄 进行防疫工作 除了扩大筛检 也大规模消毒 目前仍然维持战备状态 TVBS新闻 徐昆山王浩子台北 采访报道 好 其实现在新北市双核医院 有一名确诊者 上个月是持刀赤桑 而三名的护理师 检方认为他设犯 杀人未遂等重罪 有逃亡之余 向法院伸压境界获诊 详情邀请记者检玉琪来告诉我们 新北市双核医院 在五月底的时候 发生全台第一起 确诊患者攻击护理师的案件 当时一名62岁的红杏男子 擅自走出病房遭制止 心声不满 竟然拿着暗藏水果刀 连续刺伤三名护理师 被害人全身嗜血 人痛逃往护理站求救 警方互报后 到场将嫌犯制服上号 检方指出 红杏男子案发后 明知自己是确诊者 还故意对医护人员吐 用不雅言语辱骂 对医务人员有反复实施 加害行为的疑虑 加上他设犯的是 刑法杀人未遂重伤害 以及违反医疗法 有畏罪逃亡的可能 考量这些原因 向法院申请积押 新北地院昨天凌晨 裁定积押禁件 红杏男子虽然已经解除隔离出院 但仍需自主健康管理 看守所收容人数众多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嫌犯送往今年2月启用的 台中看守所防疫中心积押 下期朱瑞您找不到的情形 另一个最新消息 是要看到高端疫苗 今天要在今天下午5点 举行重大讯息记者会 外界认为就是疫苗要减盲 所以今天股市暂时停止交易的 对生计股的影响 有哪些呢 要交给苏瑞 好我们现在关心台股今天的走势 今天开盘呢 是涨了58点 直接呢 是占回万七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 现在的走势呢 是小涨了19点 可是刚刚原本开盘是来到万七 现在涨幅收敛是在16,986点左右 这个附近震荡 那么我们今天还要特别来注意到 就是高端疫苗 将在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 举行重大讯息记者会 那么外界认为说 就是因为高端疫苗要减盲 所以呢 他才举行重大讯息记者会 那么同时呢 他也宣布今天是停牌的 那么对于这个生计股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在今天啊 包含整个像是口罩概念股 还有生计医疗 看起来呢 这个力道是不是很强劲的 多数呢 都还是走皮 只有比如说像是台康生计 国光生 还有东洋等等 倒是逆势成长 大多数的生计医疗股 看起来今天的力道还是不足的 那么另外呢 大家还要提醒大家的 这个就是 在台积电的部分呢 今天 在前几天虽然是比较走弱的 但是今天呢 是翻红 现在目前是在580多块左右 而且呢 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在昨天呢 台积电其实在整个股东会 这个董事会 也经过决议说 他们第一季的配息呢 要来到2.75元 那么也创下了 他们季配息以来的新高 但是还要特别留意到的就是呢 外资在过去四天呢 是连续卖超的 特别就是因为端午节就要到了 那么现在也是端午节前的 剩下两个交易日 所以呢 廉价效应之前呢 也让整个量价的这个量缩 所以呢 看得出来 大家呢 的观望气氛 也是转为比较浓厚一点的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要进场的话 还是要特别留意 尤其呢 是在现在整个生计股 还有电子股的走势 都是比较不明朗的状况 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以上是为你掌握最新状况 把时间将来棚内 高端9号晚间发众讯宣布了 10号要停止交易 卫船就是认为应该要公布 疫苗二期临床试验的解盲结果 目前两家国产疫苗的二期 都是预计在6月解盲 联雅和高端的疫苗都已经入库了 不过审查委员程培哲突然请辞引发讨论 对此指挥中心态度一致 说二期解盲如果通过 就能够给进级授权 在国产疫苗被关注时刻 高端在晚上的6点55分发众讯 说从6月10号开始即将暂停交易 因为有重大的讯息要公布 在敏感时间外传就是要公布 新冠疫苗二期临床试验将解盲 尤其第二则众讯相隔五分钟也发出 确定在6月10号下午5点 召开重大讯息记者会 但因为疫情改采线上直播 其实前几天就传出高端将在10号解盲 尽管8号曾发重讯澄清 但内容不证实也不否认 只说资料会诊中 后续将照规定公告 国产疫苗风波不断 尤其审查委员陈培哲突然请辞 说最大困难就是总统蔡英文 我有看到有人特别期待说 很想打国产疫苗 那这都是一些期待 比如说那期待有时候不一定会成真 话说的保守会不会给EUA还说不准 认为要用数据说话 二期成效达标就给紧急授权 毕竟已经喊出8月底 有1000万剂疫苗到位 国产疫苗也算在其中 大概是100多万 1000万里面有100多万是属于国产 估计的 估计这一圈里面 不会有超过五成是国产的疫苗 没有那么多了 同一天在立院上午和下午 国产疫苗到底包含多少 只有一成还是近五成 都还是未知数 目前两家国产最新进度 林亚在8号已经入库28万剂 高端也同样完成 两家疫苗厂都抛出6月二期解盲 何时出炉报告的成效又是如何 而各界都很期待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媒体美国之音报道了 科技部发言人透露 只要台湾有足够的疫苗 将会在台湾三座科学园区 来设置六大疫苗接种站 让高科技人才优先接种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说并没有优先 目前一样是排在第七类 竹科有人确诊 马上出动化学兵大清销 就怕科学园区染疫 动摇国之根本半导体产业 美国媒体美国之音 还有个报道 内容说科技部的发言人透露 三大科学园区竹科中科南科 交涉六个大型疫苗接种站 让30万员工悠闲接种 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疫苗 还有相当多的足处 都要分这个有限的疫苗 高科技的这些人才之外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 会根据我们的优先接种对象 来去做分配 指挥中心强调 没有优先施打 一切按照顺序 那么高科技人才 又该算第几类 目前就是第七类 第七类没有特别前面 而之所以外界会如此 关注科学园区 也是因为包括台积电 连电友达等大厂都在里面 若像是苗栗电子厂发生群聚事件 影响层面恐怕无法想象 有来看到台湾三大科学园区产值 里面就有九千多间的高科技企业 2021年总营业额超过三兆元 占台湾GDP的15.31% 但目前疫苗不充足 8号美国共和党议员拉姆尼 就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 能否再提供台湾多点疫苗 从经济产值来看 台积电护国神山不能倒 因为不止重创台湾 世界也都受到影响 TVB的新闻 刘立成的采为台北报道 指挥中心宣布 微调疫苗施打顺序 长照机构的照顾者和被照顾者 是被列在第五类 比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还要后面 就有美国台裔的医师Paul文表示 非常失望 因为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 安养机构的住民一旦染疫 容易引发重症死亡 认为台湾应该要让长照机构 以及高风险群尽早接种 新北市土城六月初 爆发长照机构群聚感染 继一位99岁阿嬷 6月7号过世 成为新北首例 长照机构死亡个案后 9号又有一名86岁女性 送医后转重症不治身亡 新北市防堵漏洞 除了供应快筛试剂和防疫物资 长照机构感控措施也更严格 像是非必要性医疗 一律改采视讯看诊 如果不是照顾需求 也通通改用电话或视讯关怀 尽量减少防疫破口 中央CDC有特别规定 就是返回机构之前 必须要快筛 而且快筛羊必须要做PCR 一定要是阴性才能够返回机构 至于是阴性的话 我们就转到另外备员的机构 来做分仓分流的照顾 台湾照护人力长期不足 就怕照护体系被疫情击垮 尤其容易病发重症的长者 也是死亡率标高最关键的一群 至本知道 还是得靠疫苗来救命 机构社会照顾系统之人员 及其受照顾者 还有洗肾的患者 有鉴于美国新冠死亡人口 高达三分之一来自长照机构 疫情指挥中心从善如流 将机构设服照顾系统工作人员 被照顾者和洗肾患者 共46.7万人施打疫苗 提前到第五顺位 最快6月15号开始接种 不过专家担心 这段没疫苗的空窗期 倒府洗澡 拍背翻身的居服员 防护装备不足 对岸家和居服员本身 两边都有风险 一个月四万块来算 大概每天服务的 对象的量就很大 所以这样的话 假设没有守住的时候 其实是很紧张的 也就是说好几个家庭 都会被受感染 这部分是一定要守住 因为书籍就是守住 在那个机构里面 但是居家服务是 散到各个社区里面 散到各个家庭里面 这些同时的问题 是疫苗的一个总数不足 就一个社会公平的原则 应该是最容易死亡的族群 必须要预先施打 但现在他们一旦染病 病毒的肤肌力会很高 而且由于他们 很多共病的问题 同时主战 所以基于人老立场 他们的数位 应该要再紧密一点点 长照机构灾情 看似稍微止住了 但只要社区确诊病例 一天没下滑 这群多重慢性病长者 就无法解除警报 社福团体期盼 能为频繁进出医院的 洗肾患者 争取快筛补助 在疫苗没到位前 至少能透过快筛 提早预警 就医或是去急诊 或是洗肾回来 这样的一个住民 都能够得到政府的一个补贴 因为它假设 一个礼拜要三次的快筛 那个钱是很多的 那以目前来看 这一块政府 还是没有很正确的说 它是可以用健保或公费 根据国外研究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照机构长者 亦染疫死亡风险比一般确诊者高二十四倍 加拿大研究也发现 透过定期快筛 工作人员传染给长照住民的风险 能降低百分之二十五 欧美血泪斑斑 台湾绝不能步上后尘 TVB的新闻 吴居贤 戴源丽台北报道 台南一间知名健身房 包含工作人员教练 共七人 超过室内群聚人数的限制 那警方盘查的时候 业者还辨称 他们是在视讯教学 连线给记者纪元 好的可以看到呢 警方进入健身房里 看到有好几名工作人员 还有健身教练 数一数 一共有七个人 已经超过五人 违反防疫规定 只是现在三级警戒 健身房按理来说 不能营业 到底这伙人 为何还会进来 业者跟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做视讯教学 而健身房内 没有任何民众 单纯只有教练 和工作人员而已 而且所有人 都有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警方认为 室内群聚五人是事实 再加上其中四名教练 都是被业者叫回来上班 进行视讯教学 也涉嫌营业 依法开出罚单 每人罚至少六万 一共至少有四十二万的罚金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讯息主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